第一,当前岛内的大选居然没有计划出任何矛盾 尤其是侯友义、柯文哲、郭台铭与民进党的赖清德之间没有计划出什么矛盾 也就是没能看到我们所期望的内乱 反而只是蓝白营内部之间的内卷和恶斗 这太不正常了 这是民进党操作得太好了呢 是对手之间先杀个你死我活 还是国民党、民众党和郭台铭太傻了呢 其实他们也不傻 但是郭台铭、侯友义、柯文哲这三人的权力欲太强了 都太想要那个所谓的大位了 导致他们提前就杀了个眼红 第二,他们彼此之间竞争的重点已经不是主张路线之争了 而只是个人权利的争夺 至于台湾本身并不是统与独之间的竞争 而都是如何驱毒之争了 只是一个是名利毒 一个是暗里毒 一个还要扯快遮羞不毒而已 所以 你说我们还有必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这次到底是谁赢得台湾地区吗 很明显 王八、乌龟、团鱼都基本长得一样 第三 四个人的能力其实已经见了高低 从玩政治的角度看 可以说民进党的赖清德比侯友义、柯文哲、郭台铭要高得多 比如 侯友义简直是一个太爱装的孙子 想采取水的办法 取首饰 平常不说话 即使说话 半天也说不出几句煽情的话 虽然他这一套在国民党内部复杂的党斗中赢得选举权 但是他现在要面对的是其他三个人 他们只管如何踩你 与此同时 台湾民众看到的是 侯友义就没什么本事 无非是国民党平衡了各方 山头选了一个是非不多的老好人而已 比如 郭台铭简直是太爱跳的猴子了 太想争风头 太自以为是了 也许郭台铭不知 玩大选 玩的是政治 玩的是赴黑学 而不只是怎么赚钱 不是在他自己的企业里 他一个人说了算 员工们必须听自己的 看到的更多的是眼前的利益 是大卫 以为赢得这次大选 就是人生完美的大赢家 钱也赚了 官也大了 女人也不曾少过 就如同山中无老虎 猴子也想冲霸王 比如 柯文哲简直是太滑头了 按照他自己的话说 想走一条中间路线 不想太绿 也不想太蓝 给自己来个白营的称谓 然后想左右逢源 左右的好 可是他忽视了台海斗争的现实是什么 他忘了 而近的台海是到了统和毒激烈斗争的时候 大陆给台湾的出路其实只有一条 那就是统一 不会再让台湾这样长时间分离了 无非是在这两种方式中选择一种而已 即接受谈判 推进不流血的和平统一 另一种就是不听话 硬要玩毒 那就打得你不得不接受统一 而结果就是 听话完成统一 那么以后台湾还可以获得一个特别行政区的待遇 如果是不听话打成统一 那么以后台湾就和其他省份一样 名字只有三个字台湾省 而赖清德 从个人玩政治的能力来讲 就比上面三位要厉害得多 赖清德与蔡英文 本来是民进党内部的两大竞争对手 他之前与蔡英文为了获得党内的参与大选的代表权 两人是斗得很厉害的 蔡英文曾经用网络水军搞得赖清德很惨 但是赖清德很懂得能屈能伸 虽然他跟蔡英文斗稍处下风 但是他懂得与蔡英文谈条件 他可以不跟蔡英文争个头破血流 但是要拿到副手的位置 要拿到下次大选代表权的私下承诺 更重要的是 他懂得维护了民进党内部的团结 讲了一个局部的大局 现在蔡英文要下台了 虽然他很想用自己的人来参选 但是他找不到很好的理由能够取代赖清德 因为蔡英文的其他人已经盖不过赖清德蓄姬的势头 而不得不从民进党的全局来支持赖清德 这就是赖清德的高明之处 再就是赖清德 虽然我们非常愤怒 他给自己起了个台独工作者的称谓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 这个人是敢摆明自己的观点的 他不求所有的台湾民众支持他 但是他打出这样的棋 却能牢牢抓住很多鹿营的选民 当然 还有一点 虽然柯文哲 侯友义 郭台铭和赖清德 选前都跑到美国去访问了 都想绑上美国的大腿 但是他们三个与赖清德相比 在美国主子眼里的分量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 我们看到赖清德从美国访问回来之后 他的支持率出现短暂的大幅上升 而其他人访问美国回来 并没有看到支持率有什么变化 他首选还是民进党 第四 其他人有没有可能赢赖清德呢 这种可能理论上是存在的 主要取决于三招 一是在高人的盘整下 柯文哲 郭台铭和侯友义 面对单打独斗 必输无疑的现实 低下各自的头 统合整个蓝营 白营 联合对付赖清德 那么最大的可能是 柯文哲和郭台铭 主要竞选台湾地区主副领导人 而同时他们承诺 帮助国民党掌控议会和现实地方领导人选举 达到一个权力的共享 这种可能 不是没有 关键是看谁能盘整搞定这三个人 二是鲜明亮出共同的口号 那就是选民进党 就是选择战争 采取的策略是反手围攻 在全岛掀起强势的战与不战的选举宣传 进而让全党民众在理智的情况下放弃民进党 这个口号 喊得越想 他们三人联合获胜的可能性就大增 三是猛接民进党的黑料 不断地爆民进党的丑闻 这一招 并不是他们三人有多能干 不是国民党和民众党有多好 而是通过搞臭民进党来获胜 这里有一个关键的人物 他们可以礼聘启用 他就是邱逸 当然如果能礼聘到韩国瑜用韩国瑜的嘴来炮轰民进党 来炮轰赖清德 效果会更好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首先要做出客观的战略判断 其实我们越来越要看清一个事实 台湾地区当前和以后 无论是哪个人 无论是哪个政党赢得竞选都无所谓了 可以说乌鸦都是一般黑 也可以说让他们主动来统一 基本都不可能 也就是说主要要靠我们自己来推动祖国统一 其次就是要提前采取关键的一招穷台 虽然我们很多媒体都把台湾当前的经济描写得一无是处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 即使经历了三年疫情的影响 但是台湾的人均GDP已经创下新高 而且已经超过了韩国和日本 这是一个事实 而这个事实说明了很多东西 俗话说穷则思变 台湾如果没有变穷 然后再生乱 我们想等着他们主动来统一 几乎是不可能的 至少十年以内是不可能的 历史以来 我们前前后后十次收复台湾 没有一次不是不用武力 或者不以武力为支撑解决的 这一点我们需要看到 最后我们应该提前思考 能否运用北平模式来解决台湾问题 能不能以北平模式解决台湾问题 我们需要分析当时的情景形势是什么 双方博弈情况是什么 当时的副作义是什么心态 最关键的是解放军通过平津战役 已经把北平的副作义集团牢牢包围 几十万国民党军队面临着团灭的危险 这是运用北平模式必备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 下一步 如果我们想运用北平模式较为和平的解决台湾问题 那么我们的确需要认真来思考一下 运用北平模式应该必备的这个最重要的条件 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了 而其他 想多了 一点用都没